一年一度的开门节 开的究竟是什么 搅尽脑汁 只为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 去泥里刨坑 他在找什么呢 我都去 我都去就看见他 他有洞啊 这个开门节 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 敬请收看本期乡土 老刀家的开门节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说起歹族人的重大节日 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泼水节了吧 那其实啊 在歹族地区 除了泼水节 还有一个大的节日 那就是每年农历的九月中旬 举行的开门节 那究竟什么是开门节呢 是在这一天 每一家都要打开自己的大门吗 而在开门节里面 又会发生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耿马 耿族瓦族自治县 地处我国西南边陲 是云南省 耿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 而芒东村 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耿族村子 现有八百多户人家 四千多人 正在忙着的男人 叫刀成良 他准备了很多的食品 有水果 有肉 还有糯米饭 这是打算干什么呢 原来刀成良准备这些食品 是要和家人一起去村子里的佛寺 可是刀成良 为什么要拿着东西去佛寺呢 还非要今天就去呢 今天要开门节了 就把他们节过来 要准备好这些 就是拿到免资里面去供的 刀成良要去寺庙街的 是自己的老母亲 不过老人 为什么会在佛寺里呢 这还得从一大早说起 一大早 刀成良和刀红星两个人 就在稻田里盲开了 刀红星找到一块有水的泥地 不停地用手里的锄头挖着泥土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剥开稻草 使劲地往地里跑亮下 还得睁大了眼睛 看泥里的洞口在哪里 刀红星可谓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面 终于他好像找到了什么 我们这个刀骨收完以后 有一点点水 那里有一点水就去那里挖 就有油 它就在黄上 原来刀红星挖的是扇鱼 虽说现在田里的水稻收割完了 可是在有水的泥地里 还生长着扇鱼 这在刀红星看来 那可都是孝敬老人的美食 我看它有的地方是用那种笼的下吗 你们为啥就扛着一个锄头就来了呀 那个是水多的地方啊 这个是在泥巴里面 这有一点水 有泥巴里面 它这个横上才在的 没有水它就不在了 有烂巴的它在 就是我们打完这个骨子 打完骨子的时候 过几天我们就来挖了 不过刀红星说 因为善于有钻土的习惯 所以能够抓到多少还不好说 有可能收获泼风 也有可能白挖了也说不定 挖着去挖着去就看见它 它有洞嘛 现在就有这个稻草根就看不见 你要旁开一下 再慢慢挖 就慢慢看见它洞 然后就知道它在里面 也就是说皇上也就是这段时间 过了就没有 它冷起来就没有 刀成良和刀红星 找这些善于 是为了自己的老母亲 来了来了 来过来 这边有一条 这边有一条 哦 好大 好大的 好大的 好好的 别让它跑了 别让它跑好好好 这波刚找到几条扇鱼 两个人收拾了一下 就又进了竹林 芒东村的外面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村子里的人想吃竹笋了 就会来这里找 不过今天 刀成良可是有目的而来竹林的 田笋是当时拿回去都能吃的 田笋拿回去 马上可以吃了 可以煮吃 可以炒吃 都可以 但是苦笋呢 苦笋不能吃 拿回去要进过去煮了一下 煮了一下 用水泡了 泡了再换它的水 竹林里虽然长着很多竹笋 可是味道有甜有苦 田笋拿回家就能吃 可苦笋还得经过处理 麻烦不说 口感也不好 刀成良要给老母亲找的是甜味的竹笋 而如何将苦笋和甜笋分辨开来 它有自己的小窍门 苦笋就是这个毛 这个毛比较多 它颜色就不一样了 它的竹笋那个出来是红的 这个竹笋出来也很大 那如果是甜笋的呢 甜笋的时候 它这个竹笋的 这个一红红的结纸 它要更短一点 它那个个头没这么大 它那个树长得没这么高 就是只要看小一点的 细一点的那种 一般生的都是甜的 都是甜的 找好了甜笋之后 刀成良来到了自家的大棚里 这些大棚里种着的都是石壶 它打算摘一些成熟的石壶 拿到庙里去 这个种的是石壶 中草药的 这是定期的名贵的药材 过年过节也要送 身体也很好 石壶是一种名贵的中药 大都长在大山里的岩壁上 或者附生在树上 以前人们上山去采摘 危险性很大 现在人们把从山里采回来的苗 自己培育 一来增加了收入 二来也保护了森林环境 新鲜的石壶保存时间很短 所以当地人大多数 还是加工以后再拿去卖 而石壶加工看似简单 实际上很费功夫 石壶加工是个讲究活儿 没有耐心可是干不了 不过石壶具有润肺止咳 明目强身等功效 所以当地的很多老人 都愿意拿来熬汤或是泡茶吃 刀成良的母亲之所以会在佛寺里 是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 开门节之前 家里虔诚信佛的老人 都要穿白衣服 包白布头巾 住到佛寺里 听僧侣念经 每隔七天 要举行一次拜佛活动 逮宇叫多兴 而刀成良的母亲 在三个月前 就已经住进了村子里的佛寺 逮族全民信仰小城佛教 基本上村村寨寨都有寺庙 逮家人从出生 结婚 死亡等各个人生阶段 都离不开寺庙 而按照老规矩 每个逮族的小男孩 在一生中至少要当和尚三个月 脱离家庭 正是在佛寺内出家修行 今天是开门节 刀成良要去佛寺 把自己修行的老母亲接回来 而刀成良准备的这些东西 都是要拿到佛寺里面去供奉的 那么开门节 就是要去打开佛寺的大门吗 那既然说到了开门节 我们就得说一说这个关门节 在歹族地区啊 每年农历的六月份 要举行关门节 在这段时间 歹族的祖先们有很多的讲究 比如不盖新房 不出远门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这三个月里啊 不能有嫁娶的活动 因为大家要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劳动 那这个规矩呢 要一直延续到歹族农历的九月份 也就是开门节的时候 那开门节的举行啊 就象征着三个月的农事忙碌季节呢 已经结束了 青年朋友们可以谈情说爱 或是结婚了 成年人呢 也可以外出办事 或者是串亲访友了 那这个时候 也是歹族文化的活动 最多的时候 为何这里的老人 多爱黑色的牙齿 儿子给母亲准备的饭菜 为何如此奇怪 他到了鱼 以后我们就在饭菜桌筒里面住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老刀家的开门节 到了佛寺 刀成梁并没有直接进入寺庙里 而是端着东西 走到了寺庙的另一边 他还要准备一些其他的礼物 刀成梁用白布包一些茶叶 折起来 然后在白布的上面 放一些现金和两根蜡烛 这是要拿来做什么呢 这些都是给寺里的老人的礼物 每一家都给 给的多少 看自己条件好的多一点 差的少一点 原来刀成梁拿来的食品 都是给寺里的僧侣们准备的 因为今天要将自己的老母亲接走 所以刀成梁准备的这些食品 算是对寺里僧侣的感谢 寺里面除了刀成梁的老母亲 还有很多其他人家里的老人 只不过有的老人已经来了好几个月 修行结束就可以回家了 而有的老人的修行才刚刚开始 每一户人家来接老人都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 都全部给他留在里面 可能你们家的老人今天接回去 他们家的可能就是下午或者明天接回去 是啊 刀成梁要跟随老人一起共济佛祖 聆听寺里僧侣诵经 这段时间来寺院里修行的老人不少 从早到晚都能听到诵读经文的声音 歹族的文字由于使用地区的不同 分为西双版纳歹文 德宏歹文和歹崩文 而耿马县大多数免寺里 使用的文字是歹崩文 有十九个生母和七十多个韵母 书写笔画大多成圆形 歹族的文字就是歹崩文 就是圆体字嘛 我觉得像画画一样 就是拼音 就是拼音嘛 拼音类嘛 算是子母嘛 长期以来 歹族人用自己的文字 记载着自己的政治历史 佛教经典 天文历法 生产规律等方面的内容和研究成果 而私立的僧侣 就是歹族文化的传播者 反正我们歹族的佛事呢 就单位做一个学校 也可以这么说 方方面面教导他们 学习歹文 念经 外婆 包括传统 美德 怎么做人 还有 我们可以教导他们 洗衣裳之类 生活 生活这方面也教导他们 怎么养活自己 怎么努力去做 那种那种 僧侣的诵经结束后 刀成良还要等待母亲 在寺里用斋饭 之后才能够把母亲接回家去 老人们吃的斋饭并不是佛寺里准备的 而是村子里人端过来的 在盲东村 老人们去寺庙 一般都是结成伴的 而这些结成伴的老人家里 每一家负责一天老人们的斋饭 所以基本上 只要老人们还在寺庙里 那么这些人家都会准备斋饭 给老人们吃 放在一边的刀成良 用来装食物的竹框 是耿马县歹足的竹制漆器篮 既可以拿来装东西 也可以用来做装饰品 一般人不会做这个了 老人才会太费功夫了 这种竹制漆器篮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篮子上的精美花纹 也都是一笔一笔画上去的 做一个这样的漆器篮 所用的时间很长 所以价格也不便宜 在以前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 不过如今大家生活条件好了 想用的时候买一个回去就行了 不过在盲东村 现在会做漆器篮的 也就只有几个老人了 因为做漆器篮需要很大的耐心 要能坐得住 而如今已经很少有年轻人学做漆器了 刀成良把母亲接回家之后 就亲自动手准备起了晚饭 因为老母亲前几个月一直在寺庙里 吃的都是素斋 而回家之后就能和平时一样吃饭了 所以刀成良打算做竹筒鱼 给母亲补补身体 他先将早上挖来的扇鱼 切成段放在盆里 做这种鱼就是我们就地起来的 有时我们拿到了鱼以后 我们就得放在竹筒里面煮 我们古老的煮发 煮了以后它的味道要很新香 很很喷香的 不像你在放在一条铁锅里面煮的一样 味道就不一样 因为吃起来了 它的口感要比较要新香 要更好吃嘛 就是我们煮这个很生态的 我们不用油 只是加了我们的颜色的 就是这些做料 刀成良将扇鱼打理好后 配上葱姜蒜及野盐碎 搅拌均匀后装进了竹筒里 也没有封口 就直接放在火上烤起来 我们以前嘛 以前我们老人的时候 吃起来了 它就对着人的身体嘛 比较要更好嘛 寿命要更长嘛 也就是说它有那个养生的功效 对啊 又养生的 又养生的 它吃进去了 它又没有什么乌公害 全都是颜知颜味的 就是说绝大部分还是为了老人 所以才这么做 为了老人 还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老人的健康 我们也健康嘛 一样啊 用明火烤出的竹筒鱼 既有肉的味儿 又有竹的清香 刀成梁的母亲回到家后 也邀了一些自己的伙伴聚在一起聊天吃东西 可他们吃的究竟是什么呢 竟然把牙齿都吃成了黑色的 原来这些老人正在进行染齿 染齿是耿马县的一种古老习俗 老人们咀嚼一种野生的本草植物 时间嚼得越长 牙齿就越黑 在老人们看来 有一口黑牙是美的象征 最主要的是 染齿表示着 他们已经走向了老年人阶段 过去老人们认为 染齿可以防住牙 还能保持牙齿和口腔健康 所以当地的歹族姑娘 结婚前必须做的一件事 就是染齿 他们认为牙齿越黑越美 久而久之 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审美 不过到了现在 染齿的大都是老人 年轻人已经没有了 在刀成梁 当给老人准备晚饭的时候 家里的女人们来到了果园 打算摘些水果给老人吃 芒东村里现在有农业合作社 刀成梁是带头人 他和村民们把村里的土地 都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 有的种植蔬菜 有的种植水果 不过女人们现在用剪刀剪的是什么水果呢 女人们站在果树下面 用剪刀将树上的果子剪下来 因为水果还没有成熟 所以掉在地上也没有关系 眼前的果树是番栗枝树 番栗枝又称为释迦头 因其外形恰似佛头而得名 番栗枝不仅具有降血糖的功效 还是抗氧化水果 能够有效延缓肌肤衰老 在芒东村 一般老人相互串门 最爱拿的也是他了 除了番栗枝 果园里还有一些柚子树 女人们也打算摘些柚子来招待客人 劳作结束后 女人们都喜欢去河堤边洗澡 大家相互泼洒着水花 一边洗浴 一边嬉戏 作为一个崇尚水的民族 歹族人爱水 敬水 因此绝大多数歹族 通常都被其他民族生弄地称为水歹 有一条歹族谚语说道 没有一条河流 你不能建立一个国家 没有森林和群山的山脚 你就不能建一个村寨 所以在以前 当歹族建立新的村寨时 选中的最理想的居住地 就是背靠群山 前林一片平坦土地或山脚的地方 等到女人们回到家里 男人们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准备准备就能端上桌了 因为老母亲能够回家过节 一家人都显得非常开心 吃过晚饭 到城梁家的开门节就算是过完了 开门节过后 僧侣们可以走出佛门 民众可以出远门 待家可以盖新房 年轻人可以谈情说爱 举行婚礼 对于刀成梁来说 老人从佛寺里回来 就是一家子最开心的事 在开门节这一天 儿女亲手给老人 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 歹族人家一直保留着 这个古老的传统 既能够让老人修心养性 又能把歹族的文化 一代代传承下去 其实按照月份 关门就是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让人们只专注于农事 等到农事忙完以后 再开门娱乐 那虽说是节日 却是严格的遵循了自然规律 而这是歹家人 长久以来智慧的体现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 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普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多高超的本领 才能被称为鸟王 吃了一种果实 为何有如此反应 出现了头晕 您听说过头发会跳舞的黑珍珠吗 耳朵眼上的钱包 您见过吗 这样的秋千 您敢玩吗 双胞胎之间 真的会有心灵感应吗 下期乡土 带您寻找有趣的乡土 收莲 cess